大家好,相信大家知道今天股票市场集体大涨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那就是从金融委会议之后,A股真正挺起脊梁了。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来自高层的最新表态,全面回应了市场最为关切的热点问题, 无疑给资本市场注入了信心。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 会议研究了宏观经济运行、房地产、溫盖股与平台经济治理、 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等市场关注度较高的问题。 会议指出,金融机构必须从大局出发,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欢迎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 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从市场的反馈来看,会议重塑了市场对稳增长的预期, 同时也减缓了对平台经济等行业的政策担忧,提振了信心。 5后,A股港股双双走强。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3.48%, 深圳城指上涨4.02%, 创业板指上涨5.20%。 全市场4308只股票上涨, 北向资金由连续7天净流出转向流入。 雨油出行、航空运输、雨电、券商、半导体等板块涨幅超6%。 港股方面的反应更为热烈, 恒生指数上涨9.08%,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2.19%。 美股方面,滴滴、阿里巴巴、莱汽车、 伊利碧里、拼多多等中概股股价盘前上涨。 证件会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各方面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 上市公司业绩表现稳中向好。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 市场短期波动没有也不会改变长期健康发展趋势。 金融委定调,市场信心大震。 经历了连续几日调整。 尽管中概股3月15日夜间止跌反弹, A股3月16日开盘后仍震荡下行。 市场的转折点发生在下午开盘后。 据新华社消息, 3月16日,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会议指出, 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 最关键的是坚持发展, 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 过大开放, 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切实保护产权, 权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全国两会部署,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会议研究了多项市场关注度较高的问题, 包括宏观经济, 房地产行业, 东概股, 平台经济, 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等。 会议指出, 目前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 以取得积极进展, 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关于平台经济治理, 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 坚持稳中求进, 通过规范、 透明、可预期的监管、 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红灯、 玉灯都要设置好, 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于香港金融市场稳定问题, 内地与香港两地监管机构要加强沟通协作。 会议强调, 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 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 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 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 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 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的要求, 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 必要时进行问责。 金融机构必须从大局出发, 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欢迎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 刘鹤副总理的讲话, 瞬间化解掉了近期弥漫在市场上的很多疑问, 猜测、凋虑、恐慌, 立刻激发、恢复、强化, 坚定了大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百家基金董事, 副总经理王群航告诉财经记者, 此番讲话针对性很强, 信息量非常巨大, 相关内容精准直击当前的证券市场要害。 如疫情, 货币政策, 中美双方的证券监管, 大型互联网平台, 相关金融市场, 长期机构投资者等等, 高层表态体现了对市场关心问题的重视, 并对投资者重点担忧问题进行了回应, 对于稳定市场逾期, 缓解市场忧虑, 提振市场信心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反映了高层对资本市场的呵护态度。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 3月15日公布经济数据亮眼, 导致投资者忧虑后续政策是否相对克制。 目前, 市场普遍认为稳增长基调大概率不变, 短期疫情冲击, 加大政策对冲力度的必要性。 华泰百瑞基金认为, 政策逐步夯实稳增长方向, 一方面对于2021年监管力度偏强的行业, 进行了再次的政策基调确认, 在防风险基础上进行转型与平稳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 稳预期仍是重点方向, 在两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政策边界, 呵护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 这也是今日市场转向风险偏好驱动的主要原因。 对于当前市场来说,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本次金融委的会议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 前期A股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层面的影响, 后续建议投资者不要持续放大外部影响因素, 而是聚焦A股基本面, 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产品进行中长期配置。 国泰基金表示, 除了高层表态提振信心, 防疫思路的灵活调整, 也有助于提振市场对疫情修复和经济复苏的信心。 新冠诊疗方案第九版发布, 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 同时调整出院时新冠核酸检测标准等。 这两项改变不仅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 也减少了管控时间和管控资源, 市场此前担忧疫情冲击经济的恐慌得到缓解。 身外灵性基金分析, 此外,人民币再度升值打破此前单边贬值的悲观预期。 俄乌冲突出现缓和迹象, 冲突带来的阶段情绪恐慌或已过。 中概股方面, 中美双方在中概股沟通方面取得的进展, 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也助力了今日市场的大反弹。 受中美双方合作利好消息刺激, 中概股美股盘前大幅度上涨。 截至发稿, 滴滴上涨35%。 阿里巴巴上涨19.33%。 蔚来汽车上涨17.48%。 碧里碧里, 拼多多上涨幅度分别为26.19%、28.30%。 贝克、知乎、 骑义等均出现大幅上涨。 3月16日,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2.20%。 恒生科技指数追踪, 经筛选后的香港上市最大30家科技企业, 单一个股的全重上限为8%, 成分股中互联网平台企业占超半壁江山。 截至3月15日, 恒生科技指数权重股中市值前十的公司为 腾讯控股、阿里巴巴、 美团、京东集团、 网易、小米集团、百度集团、 快手、海尔志佳、张汤科技。 中金公司认为, 对腾讯、阿里、 网易等一直盈利的公司而言, 当前除了网易, 其余公司均已跌至历史25分位以下的估值水平。 腾讯21倍PE、阿里11倍PE部分小市值公司, 如志文集团, 来了已跌破5倍PE均为非通用准则式盈利。 对快手、 比利比利、 美团、 冰多多等尚未盈利或盈利不稳定的公司而言, 其基于PS的估值体系, 均已跌破历史25分位以下的估值水平。 事实上在目前的市场情绪下, PS的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 也有投资者认为, 此时估值已经不是市场的第一考虑。 陈达说, 当风险成为主要考量因素时, 资金为了躲避风险会不计成本地回避。 目前的抛售就是非市场因素抛售。 这个时候, 资金已经不考虑估值或持有回报了。 荣述投资研究员周易认为, 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已取得积极进展, 要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但是, 短期向上的空间并不确定。 实际上, 市场上对于中概股接下来的表现仍心存担忧。 其实影响中概股, 党股的根本原因都有地缘政治的因素。 尽管监管曾传递了积极信号, 但市场表现如何还是未知, 我们还是应该谨慎对待。 和和首创香港执行董事陈达, 向财经记者表示, 压制港股的几个负面因素依然存在, 其中地缘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影响还特别突出。 今天港股的表现短期看超跌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 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地缘冲突烈度减弱, 我内逆周期政策持续发力, 估值极具吸引力的港股市场具备就此启动中长期行情的机会。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告诉财经记者, 权益类资产吸引力大增。 前期市场急跌主因是投资者预期转弱叠加微观流动性恶化, 导致了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超跌。 今日A股和H股强势反弹, 本质还是相当一部分个股具备较大的投资吸引力。 恒阅基金投资副总监高南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 A股股权风险溢价已经达到近8年来90分位的极限状态, 也就是相较固定收益类产品。 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吸引力大幅增加, 性价比接近极止点。 港股股指也处于多年来偏低水位。 总体来说, 当前A股已具有较高的配置性价, 虽短期仍旧面临一定的不可测因素, 但也无需过度悲观。 高南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 若更多的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 房地产风险和平台监管担忧等逐步缓解, 市场有望迎来反弹和一季爆行情。 港股与国内经济基本面关联较大, 但交易层面对海外流动性冲击较为敏感。 未来伴随美联储加息落地, 全球流动性风险缓解后, 也是价值投资的良好机会。 今晚美联储会议召开在即, 短期市场目光移向海外。 华泰百瑞基金分析, 疫情冲击下, 经济内生动能仍受考验, 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再次加强稳增长信心, 重点关注地产部门的后续发展。 能源转型带来的阶段性矛盾仍未消除, 海外地缘冲突对于大宗商品工序扰动下。 欧美电力CPI增速居高不下, 国内电力供应及对相关行业影响不可忽视。 华夏基金分析, 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水平已经收缩至2011年相近区间, 低于2016年熔断和2018年。 市场在情绪冰点之后, 可能演绎双降预期, 叠加俄乌缓和预期, 形成围绕一季报预期和稳增长发力方向的 一波三折式超跌反弹。 回顾近期下跌, 汇丰尽信基金经理吴培文认为, 这是一轮普遍性的下跌。 少数比较抗跌的板块, 恰恰是中长期发展潜力不太大的, 比如煤炭、房地产等等。 换句话说, 本轮行情中, 成长性比较好的行业 大部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跌。 这为当前的标的选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 本轮下跌中, 基本面较好的公司与基本面较普通的公司 跌幅比较接近。 还没有完全体现出针对好公司和普通公司 合理的区分定价。 这也为当前的标的选择提供了好的机会。 吴培文说, 现在大部分板块都能找到一些质地不错 而估值较低的公司。 这与前两年的择股环境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财经记者了解到, 近期市场调整较大, 基金经理们也纷纷买入自己的产品。 信达奥银基金副总经理冯明远 此前便长期定投自己管理的基金, 近期更是加仓超百万元。 与投资者一起见证市场的发展。 我相信冬天终会过去, 春天终会到来。 历史已经证明, 股市总是在周期性的循环往复。 而经济长期来看, 始终在持续增长。 我们相信, 一段时间之后, 市场很可能就会证明, 这次也不过是危中有机的又一次的循环而已。 培文说,